我是一个金发的少女 我上天台是因为我看见一个人冲了上去 所以我跟着他跑了上去 当时的天台是黄昏的天台 我已经看到了一对黑发的男女 我是一个黑发少年 在我之前应该没有人到 因为写的是我在天台孤零零的一个人 也是黄昏的阳光的时候 所以我应该是第一个 然后紧接着一个黑发少女来了 我是那个黑发少女 我来到天台 然后金发少女来了 那我应该是第三个 我是第三个很明显 金发少女 金发少女是第三个 你是第一个 我是个人 这个事也要质疑一下是不是 不是 我这上面写着 你看见一个人 不是 我看见一个黑发少女走上了天台 然后我跟了上去 然后我发现我身后有一个金发少女 那我不应该是第三个吗 你是第三个 对 所以你是第一个 他是第二个 我是第三个 你是第四个 你是第四个 到你了 师傅 我是一位银发少女 我听到天台上面有好多人 我听到天台上面有好多人 一位美丽的少女 从角落里站了起来 这个事我不会说 你就是看一下故事当中 你看到了谁 然后什么时候来的之类的 我也不能念她 是吧 我都没明白 可以念 可以念 就是我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放课后就来到天台 那是我最常待的地方 因为今天没有凶杀案发生 黄昏的光如此温柔 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看见天台上有金发少女 金发少年 黑发少年和黑发少女 黑发少年和黑发少女 有谁 你看到了谁 看到了金发少年 金发少女 黑发少年和黑发少女 我天哪 这我都没明白 第一少女 她是第一个 你看她在这睡觉呢 随后站起来的 第一个 我是一位金发少年 我是一位金发少年 我上去的时候 天台上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然后还有金发少女和黑发少女在 然后最后看到的是美丽的少女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了 美丽的少女是第一个 然后少年第二个 少女第三个 你是人吗 你是人吗 我是人 没有人看见你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上天台 虽然我看见一个人冲了上去 所以我跟着她跑了上去 我看见一个人冲上了天台 我看见一个人冲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也看见了一个人 我都不配悠悠 我就特别说好多人 我看见一个人冲上去 美丽的少女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涛姐是第六个 你是第七个 你上去的时候有金发少年吗 有 对 那你是最后一个 我是最后一个 对